小松鼠和魔法种子 第一集 地球的尽头 我的小松鼠啊 你怎么哭了呢 亲爱的奶奶 我最好的朋友不见了 天前 他们在玩捉迷藏 他先藏了起来 然后他就失踪了 我必须找到他 他可能迷路了 或者更糟 处于危险之中 但是你如何找到他呢 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小松鼠也不知道 我会到处去找他 就算到地球的尽头 他一定还在那里 某个地方 小松鼠第二天离开了家 你见过我的朋友吗 他问遍了所有他遇到的人 没有 我们没有 于是他继续前行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 小松鼠睡在星空下 放弃回家吧 小松鼠 他们说 但他继续前行 又过了好几天 小松鼠只靠野果为食 放弃回家吧 小松鼠 他们说 但他继续前行 许多天过去了 小松鼠迷路了 他的朋友还是没有任何的消息 但他还是继续前行 终于 小松鼠到达了地球的尽头 但他的朋友 不在那里 取而代之 出现了一条蛇 小松鼠 你来这里做什么 我在找我失踪的朋友 他不在这里 你是谁 你为什么在这里 我是地球尽头 时间的守护者 亲爱的时间守护者 你知道我的朋友在哪里吗 他在某个地方 迷失在时间中 他迷路了 嗯 我必须找到他 把他带回来 不行 你做不到 没人能做到 小松鼠很伤心 蛇感到内疚 也许有办法 你需要找到魔法种子 只有魔法种子 才能把他带回来 那魔法种子 在哪里可以找到呢 他隐藏在幻境山顶上 这段旅程 充满了危险 你确定要去吗 小松鼠并不害怕 是的 我愿意 请告诉我如何去那里 跟着你的内心 小松鼠 这座山没有地图 没有固定的路径 只要跟着 你的内心 你就会找到 去那里的道路 小松鼠和魔法种子 第一集 地球的尽头 代序 帮他 我愿意 我愿意